我跟宋朗都是疯子 婚礼当天我把他砸得头破血流 他掐着我的脖子诅咒 许念 你这辈子别想幸福 除非你死 结婚三年 我们像一对斗兽 一刻不停地互相撕咬 我恨不能把他挫骨扬灰 他恨不得将我扒皮鞭尸 可是我真死了 他却想跟我玩人鬼情味了 一 找到宋朗的时候 他身边依偎着一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生 妆容清淡 仿佛出水芙蓉 我忽略包里的诊断单 翻出正宫红补了唇色 宋朗玩得开心 我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任何波澜 宋朗甚至连眼皮都懒得抬一下 这样的场景 那群人早昔以为常 我静着过去将他旁边的女孩拽起 巴掌对着他的脸举起 女孩吓得花容失色 眼眶含泪惊呼 宋朗救我 许念 你动他试试 宋朗伸手前置我举起的左手 站起来咬牙切齿地看着我 是就是 没被抓住的右手举起 巴掌转了个方向扇到他的脸上 啪 很响亮 我抬起下巴 怎样满意吗 下一秒 我的脖子被他勒住 我看着他暴怒的表情 讽刺地勾了勾嘴角 你眼神是越来越不好了 这女的哪点像我姐 脖子上的力度瞬间变大 氧气越来越少 我艰难地呼吸 他们一眼看我 彼此 你资助的男大学生也比不上我隔半分 二 包厢里的人已经全部离开 开始还一直在旁边尖叫的女孩也被扯走了 他们早就习惯了 我跟宋朗结婚三年 这样的场景在他们眼前上演不下百次 宋朗屡次明目张胆地找小白花逍遥 我也总会给面子的上前闹一番 哪怕我们弄得狼藉不堪 他们都不会出声阻拦 毕竟任何一次 都比不上我跟宋朗在婚礼上闹的那次 本应是甜蜜的婚礼 该许的是海誓山盲 宋朗却对我说 知道我为什么娶你吗 身上背着两条人命 你这辈子别想幸福 我恍然醒悟 原来这场婚礼是他预谋已久的报复 我性子刚烈 从不吃亏 转身抄起旁边的花瓶 往他脑袋上砸 血顺着他额头往下流 他抬手抹掉 染了血的手掐向我的脖子 就是因为你这样人讨厌的性格 才害死他们 许念 你就该死 新人护掐 血溅婚纱 我们都巴不得让对方下地狱 但婚礼还是继续进行下去了 我带着被掐红的脖子 他带着流血的额头 完成了一场诡异 且不受任何祝福的婚礼 从此我们不知疲倦地 互相折磨了三年 但是现在我不想完了 因为我不想死了以后 还灌宋家的性 做宋家的鬼 三 离婚 第二天我带着离婚协议 到宋朗公司 他看着离婚协议书皱眉 他的助理也多看了我几眼 我们这对夫妻 在他们眼里就是两个疯子 明明互相折磨 却从来没人提过离婚 后来他们猜测 我缠着宋朗死不放手 大概是因为跟着他不怕没钱花 而宋朗不跟我提离婚 是为了应付家人 跟宋朗的唯一好处 确实是不愁没钱 所以离婚协议上 我也不让自己吃亏 要求财产平分 宋朗当着我的面司了 想拿我的钱 去跟你的男大学生双宿双飞 我耸肩 离婚后就是我的钱 你管我去跟男大学生双飞 还是女大学生 你 做 梦 这辈子我们就这样不死不休 类似的话我听了很多遍 但每一次 每一次 都还是被刺痛 谁能想到 当初那个在我人生最昏暗 最无助 最难过的时候陪伴我的人 在我以为我即将获得幸福的那天 亲手将我拽入深渊 他的出现不是拯救 而是告诉我 你现在还没有到地狱 然后一脚将我踹了下去 现在的宋朗 不是之前的宋朗 也不是我的宋朗 我垂眸紧紧捏住拳头 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在抬头时 脸上已经风轻云淡 那我死了不就休了 四 离开公司后 我去了趟墓园 从天亮带到天黑 晚上开车回自己家吃饭 爸妈都在 却没人讲话 饭桌上的气氛一度压抑 我先开口 我今天去墓园 看姐姐和景初哥了 桌上气氛更加凝固 我妈放下筷子离桌 我吃饱了 我爸沉默地继续吃饭 对我的话无动于衷 他吃得比我快 率先离习 我叫住他 爸 我明天开始可能要离开 很长一段时间 我爸脚步顿住 你一向很有自己的想法 水管得住 最后只剩我自己在餐桌上 吃着已经冷掉的饭 眼泪一滴一滴落在桌面上 晚上我没回婚房 我带你去旅游 飞往大理的机票 又多了一张 我带男大学生游山玩水的照片 也充斥了我所有的社交软件 开心是挺开心的 但有了癌细胞的身体还是遭不住 此时此刻 我在酒店的卫生间里 吐得天昏地暗 胃部和腹部都在一阵阵抽疼 我整个人蜷缩在马桶旁边 手机一遍又一遍响起 送狼打来的 五 但我甚至连伸手挂断的力气都没有 只能任他自己挂断 胃部的抽疼还在持续 我对着马桶又吐了出来 如此循环反复 疼到已经分不清到底是哪疼了 身体终于消停 我抱着自己全缩坐在地上 突然觉得自己好没用 结婚的是让宋朗如愿 死了还让宋朗如愿 他知道后肯定要得意死了吧 身体终于缓了过来 我整理了情绪 才给宋朗回电话 在开口时 已经完全没有刚刚的病态和哽咽声 做什么 他比我更凶 几乎是咆哮 许念 你就是这么恶心我的 把你那些照片删掉 不喜欢戴绿帽就离婚啊 宋朗总知道怎样戳我的痛楚 我哥要是看到你这个样子 肯定会觉得恶心 腹部的疼痛再次卷土重来 我咬着唇拼命 拼命地忍着 要是我姐看到你找到的小白花 那么劣质 估计也要气得跳脚 当然 再戳他痛楚这方面我也不赖 我们总是如此 针尖对脉盲 他气得直接挂了电话 甚至连诅咒我死都忘记了 门铃响起 陆怀川拿着一只粉嫩的 小猪形状的棉花糖站在门口 许小姐刚刚在楼下看到 在一瞬间爆发到极致 我的眼泪绝地 给你讲个故事 六 我从小在家不太被重视 因为我有个优秀的姐姐 她什么都会做 知书达理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 从小到大都是别人家的好孩子 我就不行 爸妈曾经也努力尝试 把我往姐姐的方向培养 可是我坐在钢琴前 超过十分钟就坐不住 我要跑到院子里浇花 学跳舞我也不行 没有五感 记不住动作 所以他们就放弃我了 我吸了吸鼻子 可是为什么所有人都要一样优秀 为什么不允许一些人普通 他们不在意我 所以不知道我的雕塑做得特别好 我偷偷跑去参加雕塑比赛 还获得了创意比赛一等奖 他们知道了以后 并不是为我骄傲 而是说不过是玩泥巴的 南登大雅之堂 我垂眸 低声说 可我不是没有心 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被认可 谁都会难过 我跑出去哭了很久 后来来了小胖子 拿这个粉色小猪形状的棉花糖递给我 爱哭猫 丑喵喵 这个棉花糖给你 别哭了 我问他叫什么 他思考了一下 突然端正义态 一本正经的说 我叫宋景初 他的姿态 突然就像那些都喜欢我姐姐的大人一样 我抿了抿唇 也挺着身板 学着姐姐的模样 我叫许之义 过了好几年 宋景初一家搬到了我们家附近 我才知道他还有个弟弟叫宋朗 兄弟俩长得有些像 后来我就跟屁虫似的 跟在宋景初的身后 邻居们都开玩笑 以后我要给宋景初当媳妇 可是最后 宋景初牵着我姐姐的手 温柔且郑重的跟我爸妈说 叔叔阿姨 我想娶之意 那天晚上我跑了出去 回去的路上遇到宋朗 他眼眶是红的 我知道他喜欢我姐 我跟在宋景初身后的时候 他也没少跟在我姐身后 但是他还要骂我笨蛋 我就张牙舞爪的呛他 活该 娶不到我姐 你也不能嫁给我哥了 你再说 我俩就开始打架 打累了就去路边拼酒 宋朗酒量很差 没喝多少就醉了 喝醉后还爱说话 说了很多很多 关于他小时候的糗事 过两天我就不告而别 买了张机票飞国外 回来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胃部又开始脚痛 有血腥气涌上喉咙 我用手按压胃部 用力喉尖的血腥气吞咽下去 我妈扇了我一巴掌 说我这么糟糕的人 凭什么去喜欢景初哥 还说因为我的任性 害死我姐和景初哥 我姐和景初哥因为担心我 用我的身份证号 查到我的航班信息 也买了机票要去找我 可是飞机出事 漫山遍野 尸骨无存 我闷声说 失去优秀的女儿 我妈阿姨也白头 没了出色的长子 宋阿姨病得住院 两个家庭支离破碎 所以宋朗恨我 恨我到故意对我好 让我嫁给他 然后以此来报复我 我很差劲 对不对 我的眼泪落在棉花糖上 粉色的小猪在迅速消散 我边哭边将棉花糖往嘴里放 一直沉默听着的陆怀川 第一次开口 你不差劲 我相信你说的话 但我相信那不是全部 我想说 你一个外人怎么不信 他们都是那么认为的 可谓不得脚痛 再次翻江倒海的席卷而来 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一个字 人就晕了过去 气 醒来的时候人躺在病床上 手上打着点滴 门外道医生在跟陆怀川说着什么 癌症 晚期 我百无聊赖的起来 对着玻璃窗哈气 在上面写字 陆怀川进来 神色平淡的跟我说 给你办了住院 我将写好的字又擦掉 好不容易出来玩 又让我住院 不治了吧 不行 趁着陆怀川去办住院手续的时候 我拔了针管 到医院旁边的一家餐馆 点了碗加辣的米粉 我赶紧在他走到我旁边之前 端起碗将汤都喝光 最后气得陆怀川没话说 直接揪着我衣领往医院里走 我的手机被陆怀川收走 然后被迫开始化疗 每天不是扎针就是吃药 像是触发了某个开关 我开始频繁的吐 吃药吐 喝水吐 吃东西也吐 短短一个星期 销瘦了十几斤 我照着镜子长须短碳 之前怎么减肥都瘦不下来 现在一个星期就瘦那么多 果然太瘦了 不好看 陆怀川把我的镜子拿走 吃药 无情的喂药机器 我感觉陆怀川不该一直在这里陪我 曾经好几次我都让他走 他直接丢给我两字 不走 你该不会喜欢上我了吧 他也很冷酷的说 不喜欢 我感慨 果然人还是该日行一善 现在不就多了个免费陪护吗 然后有一天 我就趁着免费看护不在的时候 又跑到医院隔壁的那家餐馆 去点了一碗米线 可是这次没等陆怀川来抓人 吵架的先来了 宋王铁青着脸 许念 完事总好玩吗 爸 我的手机被陆怀川没收了 电话短信消息一律接不到 看不了 社交软件的动态也没法更新 我不动声色将外套拉链拉好 把里面的病服藏好 最后将口罩戴上 才不要 现在就让宋王知道我准备死了 不能让他高兴太早 我蓄足了力气 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中气十足 干什么 想明白要跟我离婚了 来看你到底是死是活 抱歉 浪费你跟小情人宝贵的相处时间了 现在还活得好好的 宋王冷笑 你以为我是特意为你来的 不过是舒颜想来 所以顺便过来看看 小白花从他身后出现 娇俏地挽着他的手腕 画面很刺眼 我的胃部一阵脚痛 将想要抬手按压胃部的冲动 强忍下来 我若无其事地从他们身边走过 卧装酒店别住 我跟小川住过 床太硬 不合适 许念 宋朗发怒地喊我名字 我没有回头 这局也没输 或许是因为见了宋朗 晚上我疼得更加厉害了 凌晨的时候 被送进ICU抢救一次 大概是人给疼糊涂了 我总是想起 宋朗照顾我的时光 姐姐和景初哥 刚去世那一年 是宋朗陪着我 也只有宋朗陪着我 爸妈虽然后来 没有再骂过我一句 但却完全忽略我 仿佛我不存在于那个家 在我一直消沉 水里不尽的时候 是宋朗耐心的一点点 用棉签沾水 点在我军裂的唇上 后来又是他 为了我一个晚上做十几道菜 只是为了弄清楚 我到底喜欢什么口味 到最后 我愿意自主进食 将他做的饭菜 吃干净的时候 他骄傲的暴毙自夸 我做的是不是很好吃 说这话的时候 他身上还穿着 我的粉色米其微裙 小小的 不合身 看起来格外滑稽 却又带着可爱 可是 他对我的好 对我的关心 怎么能都是演的 胃部的抽疼 一阵阵传来 我用手摁压着 一时分不清 究竟哪比较疼 我清楚地意识到 时间好像不多了 就 又在医院 接受了各种各样的治疗 身体稍微恢复了一些 陆怀川拿我的手机给我 你手机提示 后天有重要的事情要做 我看了下备忘录 是宋阿姨的生日到了 我跟宋朗 不管怎么闹 都心照不宣的 不会闹到长辈面前 每年宋阿姨的生日 我们还是要回去 跟他一起过 往年这个时候 我已经将礼物准备好了 但这段时间的昏睡 让我想不起任何事情 我跟陆怀川说了 非回去不可的理由 他不再阻拦我 帮我办了出院手续 不过还是加了条件 就是回去了 不管去哪 都要他当司机 我问他 要钱吗 他说 要 我点点头 答应了 宋阿姨的生日并没有大半 只是简单的家宴 我跟宋朗在大门口碰面 心照不宣的休战 手完手走进宋家 虽然是生日 但其实气氛并不活络 丧子的痛 永远笼罩在家庭上空 我们沉默地吃饭 送了礼物 要走的时候 宋阿姨叫住我 小念 你还好吗 我下意识地想要掏镜子 确认自己的妆容是否花了 宋阿姨拉住我的手 瘦了很多 一宿一宿 痛得无法入睡的时候 没想哭 被推进ICU 得知自己 可能出不来的时候 没想哭 现在我的眼泪 却怎么都止不住 傻孩子 宋阿姨抬手给我擦眼泪 不是你的错 阿姨不怪你 你也该放过自己了 我的眼泪还没停住 点了点头 好 走的时候 我跟宋朗将戏作足 依旧手挽着手离开 刚出大门 他将手抽出 我拽住 垂眸 宋朗 我们好好谈谈 十 大概是我难得 将语气软下来 宋朗也没再执意 将手抽走 他低头看我要说什么 我 宋朗 小白花走过来 楚楚可怜的看着宋朗 我们可以走了吗 随后 他突然脚下一滑 猛地朝我摔来 伸手抓向我的手臂 我没动 想等他站稳 他却冲我笑 我的手臂抖然一痛 下意识地将他推开 他往后亮呛 惊呼一声 倒入宋朗的怀里 我刚想检查 我手臂上痛楚的来源 一巴掌朝我脸上打来 许念 你尽管再恶毒一些 宋朗的手劲很大 我的身体被扇得摇晃 腹部的疼痛突如山崩海啸般席卷来 血腥味涌上喉咙 我拼命地 拼命地告诉自己撑住 可是最近的化疗 让我的精力消耗殆尽 现在不过是强弩之末 外强中肝 我朝地上倒去 腹部的疼痛让我几乎静攣 我蜷缩着身体 疼痛如滔天巨浪 一阵阵将我淹没 我用力地咬着手掌 不让自己痛呼出声 宋朗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冷声说 别撞了 刚刚推人的时候不是力气很大吗 眼泪从眼角浸出 手掌已经被我咬破 我已经分不清 嘴巴里的血腥味是从哪袭来 该将这一巴掌还回去的 可是我没力气了 有急促的脚步声朝我走来 一件外套盖在我的身上 陆怀川一脚踹向宋朗 宋朗被踹倒在地 小白花惊呼 你怎么打人啊 陆怀川走到我旁边 我深知我现在多狼狈 用最后一点力气将外套往上扯 盖住脑袋 带我回去 好 外套将我的狼狈裹得严严实实 陆怀川将我打横抱起 宋朗在我身后大喊 许念 你说有话要跟我谈 我紧紧闭上眼睛 没有了 宋朗 以后再也没有话跟你谈了 陆怀川将我放在副驾驶上 盖在头上的衣服被他扯下 泪水斑驳我的面容 我依旧紧紧咬着牙关 不让自己出声 陆怀川捏住我的下巴 哭出来 疼 好疼 我好疼啊陆怀川 我拽着他的衣巾 痛哭出声 我谁都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边哭边说话 脑子被震得嗡疼 我好像说了很多话 很多没有逻辑的话 陆怀川一直在认真听着 一句话也没说 等我平复下来 他才启动车子 可是车子调转方向 并不是要回去的路 我问他去哪里 车子有了目标 直线朝宋朗和小白花冲去 他面无表情 踩下油门 让他们给你陪葬 十一 车没撞上去 我在车上陷入昏迷 陆怀川第一时间将我送去医院 我又一次进了ICU 被医生从死神手里抢了回来 醒来的时候 陆怀川安静地坐在床边削苹果 我问他 我还有多少时间 本来是连续的一整条苹果皮 突然断了 陆怀川若无其事地继续削 三个月 我点点头 三个月够了 够把离婚手续办完 这次陆怀川没有再强迫我住院 不过条件依旧是要当司机 我也有条件 就是他必须收钱 我们达成交易 我开始做自己的事情 通过一些渠道 找到了小白花的联系方式 许念杰 有时间吃个饭吗 可是宋朗不想 我跟你私底下接触 你不告诉他不就行了 餐厅 小白花还是来了 一坐下就对我嘘寒问暖 许念杰你身体还好吗 上次宋朗打你 我看你倒在地上挺难受的 我看着他 我怎么挨得打 你不是最清楚吗 那天他袖子里藏着尖锐的锥头 从摔向我开始 就已经做好了打算 刺痛我 让我推开他 他眼带泪花 摇头否认 我没有 许念杰 你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啪 我抬手在他脸上扇了一巴掌 别跟我玩这套 他捂着脸 眼带泪花的摇头看着我 许念杰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抬手 欲要再打他一巴掌 手背怒气冲冲而来的宋朗 牢牢禁锢住 许念 你有完没完 果然小白花是不会自己来赴约的 当然 这也是我的目的 没完 我拿起桌上的水杯泼向他 请你泡茶喝 宋朗巴掌举起 欲要扇向我 仿佛想起什么 在距离我的脸 还有三公分的时候 又看看停住 我警告你 许念 这是最后一次 下次别再找舒颜的麻烦 很遗憾 我也告诉你 这是第一次 如果你不离婚 我还会找他第二次 第三次 无数次 我回他 宋朗咬牙瞪我 你这么喜欢他 为什么不离婚了娶她 还是说 其实你喜欢上我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继续说 可是你又恨我 恨我害死了锦初哥 害死了姐姐 你觉得你不该喜欢我 你很纠结 所以你找了身边这朵小白花 相比于像我姐姐 其实她更像我 她眼下那颗痣的位置 跟我一模一样 但是我姐姐没有 你知道她耍的小性子 你故意纵容 因为她更像我 许念 闭嘴 你不愿承认 自己喜欢上 害死你哥的罪魁祸首 所以找了个差不多的 一边将那份喜欢 转移到她的身上 一边攥着我 折磨我报复我 宋朗 你就是个胆小鬼 这辈子都不配 获得幸福的是你 胆小鬼什么都不配 宋朗瞠目欲猎 重重地喘气 像只发怒的野兽 简直荒命 你以为我不敢跟你离婚吗 我咽下猴头的血腥味 手紧紧攥着 桌炎撑着身体 不让自己倒下去 对 你不敢 她牵起小白花的手 明天我会让助理 把离婚协议给你 让你知道 你刚刚说的话有多荒谬 他们离去的背影逐渐模糊 猴头的血腥味 再也抑制不住 我猛地咳嗽 手掌心先红一片 我看向窗外 好像准备要下雪了 十二 宋朗真的让助理 将离婚协议送来 财产分割 居然跟我当初 给她的那份一模一样 我跟她平分 宋朗名下有公司 得到她一半资产 是一笔不小的钱 我又把钱分成了两半 一半留给爸妈 一半给陆怀川 这是给你的赔护费 和当司机的工资 她没有推拒 收下了 我松一口气 现在最穷的是我了 你可以抛弃我跑路了 陆怀川却说 A是那边已经下雪了 除了第一次偷袭成功外 后来我再也没能成功扔中她 于是我蹲下五柱腹部 一直躲闪的陆怀川 立即跑过来 还好吗 我偷笑 趁她不注意的时候 将一团雪往她的脖子里塞 你被骗了 后来我玩累了 躺在雪地上望着天 人雪一片片落在脸上 冰冰凉凉 陆怀川 我叫她 其实你谁也不像 嗯 我死了以后 把我的骨灰撒海里吧 我不想待在小小的盒子里 嗯 上次的故事 我再给你讲一遍吧 离婚冷静期这一个月 陆怀川带我去了很多地方 但我进医院抢救的次数 也越来越频繁 有时候甚至要昏迷 两三天人才能醒过来 等离婚冷静期到的那一天 我已经形入枯稿 无法正常行走 需要借助轮椅才能行动 以前的衣服穿在我身上 已经是空荡荡 庆幸现在是冬天 宽厚的衣服套在身上 才看不出端倪 我戴上帽子 戴好口罩 坐在轮椅上 在民政局等送了 她姗姗来迟 面容憔悴 身上穿着我们交往的时候 我送她的情侣外套 那天是出雪 我因为堵车在路上耽搁了很久 等到约会地点的时候 距离已经约好的时间 已经过去一个小时 宋朗就这样傻傻地站在雪里 身上附了一层薄薄的雪 我骂她 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躲着 她傻傻地冲我笑 你喜欢的东西我才不躲 然后拿了自己头上薄薄一层雪 放在我的头上 一起到白头吧 许念 以前每每回忆起这个画面的时候 我都会觉得酸涩 现在已经毫无波澜了 进去吧 我低声说 宋朗迟迟未动 目光沉沉地看着我 许念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我释怀地笑了笑 宋朗 你真可怜 离婚证拿在手里 我看了看天 一片晴朗 后来我开始陷入无尽的昏迷 连下床走路的困难 已经不能靠自己进食 只能靠营养业维持 在昏迷多日后 我迷迷糊糊地醒来 望向窗外 陆怀川 下雪了吗 她顿了一下 下了 陆怀川 忘记我 嗯 天气预报 今日天晴 十三 宋朗在开会 突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不安 心脏仿佛背铁爪子 狠狠抓了一下 宋总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在看着她 她用手揪着心脏的位置 不明白那巨大的恐慌感 从何而来 就好像心被掏空了一个洞 怎么都填不上了 外面下雪了吗 她看向窗外 会议室里的人 随着她的目光往窗外望去 每个人都一脸莫名其妙 明明是晴朗的天气 她知道她不喜欢在家里待着 总爱到处去玩一些新鲜事物 有一回攀岩 她就不小心把手臂摔折了 当时她又气又心疼 骂也不是 关心也不是 然后就硬生生跟她冷战了很久 她以为 她以为那天她也是去哪来摔断腿 更气的是她连来离婚 都让陆怀川陪伴走用 所以她纵使关心 也仍旧赌气 一句话也没有问 甚至还放狠话 可她还是那么倔 到最后一刻也不肯服软 离婚就离 她不可能再去找她 可是手却不自觉点开了许念的号码 宋朗想 她还有东西在自己那里 看着很碍眼 还是打电话让她来拿 可听筒里却传来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对不起 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宋朗坐着 一个下午都在拨打这个无人接听的号码 许念 她红着眼低吼 你一定又在骗我对不对 宋朗开车去往许念的父母家 大老远就看到许母在门口踱步 她看到宋朗的车立即跑过去 她也以为能在这里找到许念 巨大的恐慌 更是将她吞噬的体无完肤 宋母眼神空洞 我昨天梦到她小时候 自己跑去爬山 被困在山上一天一夜 救援队找到她的时候心跳都没了 你说她怎么这么调皮 从小就让人操心 她怎么不能像她姐姐一样 让人省心呢 可是再怎么样 她也是我的女儿啊 我就只有她一个女儿了 许母拽着宋朗的手 你要是见到她 就让她回来吧 跟她说 妈不怪她了 就要她平平安的回来就行 好不好 宋朗突然有一种强烈的预感 她没办法转达这些话了 可是她不敢说 宋朗走的时候 许父也赶了上来跟她说话 小念上次回来 说她要出一趟远门 可是准备过年了 你让她回来过晚年再出去玩 一个人在外过年孤单 她是有爸妈的孩子 宋朗看着许父 在她的记忆里 许父一直是意气风发的人 但现在好像连一点精气神都没有 病编不知何时竟也生了滑法 知道了 爸 许父拍了拍她的肩膀 你叫我一声爸 那我就多说两句 景初和知意的是 如果你还是走不出来 就放过她 小念 其实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坚强 她是个善良的孩子 她什么都明白 她一直在向前 困在原地的只有我们 十四 宋朗开始疯了一班 在找许念 她去她自己买的房子里找 可是她进不去 她找物业 说自己是许念的丈夫 要物业想办法开门 物业说 许小姐之前回来的时候说了 她是单身 宋朗怒吼 她不是单身 我们是合法夫妻 请您提供有效结婚证明 结婚证 结婚证她没有 她只有离婚证 宋朗不断拨打以关机的号码 然后开始无止境地酗酒 她走到哪里都要带着姜书妍 并且在自己的各个社交软件上 晒出两人的合照 可是 再也没人来闹她 再也没人像只小兽 来到她的面前对她张牙舞爪 今晚她依旧带着姜书妍到酒吧喝酒 喝到一半的时候 有人从她身边离开 一会儿 宋朗 有人叫她 再睁眼 她看到许念站在她的面前 她狂喜 上去将她抱进怀里 许念 我就知道你是在玩我 你的腿好了吗 宋朗 你喝多了 我是书妍 书妍 书妍 她醒了过来 眼前的人跟许念有气氛相似 就连眼睛下方类质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可是她不是许念 那许念呢 许念去哪了 她又开始拨打许念的号码 对不起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15 空号 为什么是空号 那天晚上 宋朗发疯一般 把整个酒吧给砸了 她找不到许念 开始找陆怀川 最后 宋朗上去揪住她的衣领 许念呢 你把许念藏哪了 陆怀川甩开她的手 许念死了 16 许念死了 许念死了 不可能 不可能 宋朗发疯一般去纠缠陆怀川 你一定是在骗我 陆怀川一拳将她打倒在地 你用什么身份来质疑我 宋朗反扑而上去撕扯 你又是什么身份 你不过是我哥的替身 他不喜欢你 他念念不忘的是我哥 就连跟我在一起也是 他喜欢的是我哥 陆怀川笑出声 许念说的对 你就是个胆小鬼 我不信你不知道 你不过是不敢承认而已 你根本不配 曾经得到过他的喜欢 宋朗红了眼 你胡说 你胡说 A是下雪的那天 许念说 上次的故事 我再给你讲一遍吧 我一直跟在景初哥身后 不是因为我喜欢他 是想用这样的方式 感谢他当时给我的棉花糖 景初哥也一直将我当妹妹 景初哥来求亲的那天 我不是因为不高兴才跑 我是想给姐姐买一个音乐盒 王子和公主幸福的牵手那个 后来跟宋朗喝酒了才知道 原来他才是小时候 给我棉花糖的小胖子 他跟我一样 因为有个优秀的哥哥 所以自卑 以为说哥哥的名字 别人才会喜欢自己 我突然觉得他可怜 本来我对景初哥的好应该 是转到他身上的 可他最后不仅娶不到我姐 还落不到好 后来啊 我知道他喜欢的球星 在国外有场签售会 加上我要去给姐姐和景初哥 拿我送给他们的订婚礼物 所以才买机票飞国外的 我不是因为生气 也不知道会出事 爸妈都怪我 他们都怪我 我想解释的 可是 我看见他们当时都要碎了 人遇到巨大重创的时候 是活不下去的 如果没有爱了 那就让恨来支撑他们活着吧 我算是还了他们一条命 宋郎也是带着碎裂的自己 来接近我 他有多爱他哥哥 我知道 但他那段时间 是切切实实的治愈了我 所以我喜欢他 他也喜欢我 我知道 但他也恨我 更恨他自己 是他困住了自己 他无法接受 自己喜欢上 间接害死他哥哥的我 所以他用一种极端的方式 来捆住我 折磨我的时候 也是折磨他自己 三年来 我看着他做简自负 他一点也没有走出来 更不愿面对 自己真实的感情 我累了 我不想陪他玩了 我也不喜欢他了 我清醒的去爱 清醒的去痛 清醒的去承担 我所做一切事情的后果 我从不后悔 我做的任何决定 所有后果 我也心甘情愿承担 所以 现在我可以没有遗憾的 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了 陆怀川冷眼看着颂浪 说 你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 所以你一直欺骗自己 许念喜欢的是你哥 你喜欢的是他姐姐 你告诉自己 你娶他 不过是为了报复 你用这样的观点麻痹自己 让自己好受 可是 从头到尾 许念什么都知道 他干净而纯粹 比所有人都通透和善良 可惜 你不配 陆怀川说完 宋朗眼里的光一点点灭下去 仿佛被人抽了一身骨头 腿糖的坐在地上 所以许念不喜欢我了 他不喜欢我了 他甚至在死之前 都不想见到我 宋朗仿佛抱住救命稻草般 跪着肯求陆怀川 求你 想念葬在哪里 你告诉我好不好 陆怀川冷脸离开 他要自由地走 你别脏了他的路 十七 宋朗发疯地去找遍每一个目的 可他就是找不到许念 他曾经多次跪在陆怀川面前 求他告诉 陆怀川只字不说 于是他又开始不管不顾日日酗酒 公司全权丢给高层管理 而陆怀川 以催哭拉朽之势 成立了宋朗的对手公司 并且以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的雷霆手腕 一举将他的公司吞并 宣布公司破产那天 宋朗依旧醉生梦死 倒在他跟许念的婚房里 外面下起了雪 宋朗摇摇晃晃地走到阳台边 伸手接着雪花呢喃 小念又下雪了 他突然放声大笑 拿出手机 打电话给陆怀川 陆怀川 我嫉妒你 嫉妒你陪小念走完了最后的时光 嫉妒小念死后 把自己交给你守护 你也喜欢小念 是不是 陆怀川也站在雪里 仰头望着速速而下的雪花 不喜欢 宋朗笑得更大声 就算你把小念藏起来 我也能找到他 我不做胆小鬼 我一定能找到他 随后他翻越围栏 纵身跳下 雪月下越大 十八陆怀川 七年 我不喜欢你 许念 白雪哀哀 不见 不念